接著,我們要上個東西 是要告訴 背一下,我會解釋 你要背,第一個叫做 因為月球會繞地球 風轉的關係 所以月球每天生起來的時間 會延後五十分鐘 大概 大概五十分鐘 然後呢 我們後面還會再教一次 潮汐每天會延後五十分鐘 今天的滿潮到明天的滿潮會延後五十分鐘 這個原因是一樣的 都是因為月球會繞地球 公轉的關係 所以,因為月球會繞地球公轉 所以 月亮升起的時間 每天會延後五十分鐘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所以月球每天升起的時間 會延後五十分鐘 為什麼會這樣 來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 來,我們來說明 這邊有一個人 面對著月亮 就表示月亮在他前面 文言文通過子虎線 如果月球不會走 那麼地球轉一圈 他又回到了同樣地方 月亮還是在他的前面 還是通過子虎線 所以 月亮相出現在相同地方的時間是一樣的 這樣就沒有所謂的延後的問題 但是呢 月亮會跑 月亮會公轉 會跑掉 所以呢 當地球轉一圈回來的時候 月亮有沒有在他前面 沒有 沒有 沒有在他前面 必須要怎樣呢 多轉一點點 必須要多轉一點點 月亮才會再通過子虎線 所以 所以出現在相同位置的時間 要多轉一點點 多轉 所以叫做延後 所以要延後 所以會延後 所以因為月球公轉 所以 出現的時間會延後 延後多久 會延後地球要 多 自轉 這個下面這個角度的 底下角度的時間 也就是外面大圓的角度的時間 大圓的角度 這個大圓的角度 就是等於小圓的角度 叫做圓星角相等 去學學過 所以呢 好 所以 也就是 那大圓就是月球公轉一天的角度 所以 地球要多自轉 月球公轉一天的角度 那月球公轉一天有幾度呢 月球的公轉 如果是算碩望月 是29.53天 算恆星月是27.3天 我們給他轟算30天比較好算 30天比較容易算 所以 一天要轉30分之一圈 所以地球要多公轉 多 對不起 多自轉30分之一圈 地球自轉一圈要24小時 一小時60分鐘沉進去 24小時乘30分之一圈 一圈 一小時60 算出來48 所以大概多少 50 而且30 你剛才的20要多 要大對不對 歲數變小 所以50分鐘 所以告訴你說 每天會延後50分鐘 之後是為什麼潮汐會 對不起 這現在講的是月球升起的時間會延後的原因 OK嗎 很好 如果你有聽懂 如果你有聽懂 非常好 你不用死背 如果你沒聽懂 你就給我死背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所以月亮升起的時間 每天會延後50分鐘 第一個要背這個 第二個背這個 因為月球的自轉週期等於公轉週期 所以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對著地球 這個可以考題目 學測成績要考一題類似題 而是學測的題目很爛 沒有考到這個觀念 好來 這要告訴我什麼 如果我在圖上給你一個圖 在圖上我告訴你 月球已經公轉半圈 請問你自轉幾圈 半圈 如果我在圖上告訴你 月球已經自轉四分之一圈 公轉幾圈 四分之一圈 這叫做月球的自轉週期等於公轉週期 那有什麼結果 結果 結果就是 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對著地球 蘇東坡看到月亮那張臉 可以看到那張臉是同一張臉 你一個月前看到那張臉 跟現在看到那臉也是同一張臉 月球的臉就是那一張沒有變過 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對著地球 說明 說明 來現在呢 藍色這個箭頭對著地球 看地球 我們公轉四分之一圈 月球跑到上面 箭頭也自轉四分之一圈 轉到下面 還是藍色的面對地球 再公轉四分之一圈 月球跑到左邊 箭頭自轉四分之一圈 朝向右邊 還是藍色的面對地球 再公轉四分之一圈 月球跑到下面 箭頭朝上 也是藍色面對地球 再四分之一圈回到了 月球回到了右邊 然後呢 箭頭朝向左邊 也是藍色面對地球 所以你不管怎麼繞都怎樣 藍色面對地球 剛剛跟你講的 因為月球自轉周期等於公轉周期 所以月球以相同一面面對地球 跟剛才一樣 聽得懂 很好 聽不懂 死倍 你就給我死倍 因為月球自轉周期等於公轉周期 所以月球以相同一面面對地球 OK嗎 好 記得這兩件事情 一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所以 月亮出來的時間 每天會延後五十分鐘 這未來會有考題 二 因為月球自轉周期等於公轉周期 所以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對地球 好 來 停車站接問 如果有人住在月球的背面 而且不能旅行 他能不能知道地球的存在 好 不能旅行 沒有電視 沒有什麼 那就是一個人孤單在那邊 孤零零的可可憐的 孤單寂寞的 好 什麼事情都不曉得的 那個人會不會知道地球存在 為什麼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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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曉得 所以 不曉得 請坐 他不曉得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地球的存在 因為月球以同樣一面面 背面的人永遠都看不到地球 所以他不曉得地球的存在 請問你那裡的昼夜溫差 比較大還是比較小 那裡的昼夜溫差 這裡我教過了 我說月亮的溫差 我教過了 他比較大還是比較小 Number 怎麼沒有女生啊 Number 怎麼沒有女生啊 2號 2號 很好 來 溫差比較大還比較小 這給我教過了 大吧 你猜對了 大 他為什麼溫差會比較大呢 他為什麼溫差會比較大呢 他為什麼溫差比較大 夜球 剛剛講過了 溫望月29.5天 晨星月27.3天 我們大概算30天 也就是月球的一天等於地球幾天 30天 所以呢 他有15天的白天 有15天的晚上 他先轉過來 曬太陽曬個15天 晒到10 對不對 那再轉過去 他還會冷冷冷冷冷到爆 所以呢 還要曬很久了 很久就要大溫差比較大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是我們前面交過的原因 我們說月球有沒有大氣 沒有 溫差都會比較 大 所以呢 月球的溫差是比地球 大 OK嗎 好 最後呢 我在K12有放啊 這裡沒有啦 這裡有放 就是一個王劍老師的動畫 他給你解釋一些事情 解釋第一個 為什麼會有月相 就是因為太陽地球月亮的關係 月亮永遠半 亮半邊 角度不一樣 看到答案就不一樣 然後呢 告訴你為什麼永遠都正面 為什麼都正面 然後呢 告訴你 這是我們跟你講的 地球自轉 北極下看 逆時鐘由西向東自轉 你要知道什麼是西邊 什麼是東邊 然後呢 月向盈虧 好時間 好 時間面對太陽 白天的中間叫正午 晚上中間叫紫夜 白天今晚上叫黃昏 黃昏 然後呢 卡中間叫做碩 放旁邊的叫做旺 先到叫上弦 後到叫做下弦 然後呢 會有一個動作 這是初一 然後呢 就開始動 開始動 升旗 所以他跟太陽 跟他一起升旗 然後一起落下 第一個你看到是黑的這一邊 所以他就看不到 再來就是他跟太陽一起升旗 所以你就看不見 然後呢 然後呢 如果到了15 就是在相反的方向 所以呢 我們就 這時候呢 就是正華在對面 所以背面看到是亮的月亮 就是告訴你這些東西 這個我在K12有放 你可以自己去看 OK 小朋友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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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